构造这个特征的时候啊 咱们第一步啊 还是先把我们需要的这些裤给导进来 这些裤啊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这里就不一个个去说了 然后首先呢 就是我们要导进来一些基本的一些特征吧 像用户啊 还有商品的基本特征 但是呢 我先给大家看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你看这里有一个action 然后2016-02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2016-02啊 咱们来看它的大小 大小是多大 大小啊 应该来说还是 看一下吧 看一下一个具体的 大概是一个接近500兆的一个样子 这是511多少多少KB 然后换完之后啊 大概是一个500兆 那你说读这样一个500兆的一个数据啊 有没有 这个我就不打开了 我这个用这个Excel打开一个500兆的汇标卡 所以说到时候大家自己打开看一下吧 这个数据 然后的话 读进来这样一个数据啊 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咱们这个笔记本啊 就是如果说你用服务器啊 用一些台式性能比较好的 我就也不用多解释 但是一般咱们都不都是用这个笔记本吗 当我们用这个笔记本的时候啊 我们经常会考虑个问题是什么啊 是一个内存的问题吧 内存来说啊 咱们现在如果说直接打开呀 内存可能会比较大 那怎么办呢 咱们先来做一个对比啊 就是 嗯 在这里咱们先看下面这个吧 我拿下面做对比 你看这块我什么也不干 我直接啊 就是锐了一下这个CSV文件 然后锐了完之后啊 咱们来看啊 它默认的格式是什么 默认的格式啊 你看这里就是 Int for 类型了 咱们就不说了 它是什么啊 它是一个64啊 一个64这什么意思啊 咱们现在啊 也不用去管它是多少位的 咱们只需要看一点 就是我可以打印什么 我先打印了完一下 它的details 就是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 然后呢 又打印了一下 它的一个infer infer里啊 它会打印出来什么 memory use 多大啊 用了613兆 那咱们可以想就是 如果说啊 你现在的一个数据量比较大 你现在假如说 你有五个Action文件 每一个都是这么大的 那是不是说 这样消耗内存太多了 消耗内存太多啊 你在这个Notebook当中啊 最大的一个问题 它会死 就是会死鸡 会经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的 那你看现在600多兆的一个东西 我能不能给它缩减一下 让咱们内存小一点啊 这个啊 这里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建议吧 但也只是一个建议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但是会使得 我们内存是占用非常小的 咱们来看 你看这里我什么都没干啊 然后现在是600多兆 还是这个201602啊 这里我就做了这样第一件事 你看我把这个CSV打开了 然后在打开的时候 要指定成一个test 然后我把我要转换数据类型 先拿到手 然后呢 我把这个类型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S-type一下 S-type里边写了什么 写了一个flow32 当你写完一个flow32 变换了什么 只是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由原来64 现在变成了一个32 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但是咱们来看 看它的一个info 它的一个info里边 会打印出来它当前的这个 占用力内存是多大 350兆 原来呢 原来多大 原来是一个600多兆吧 相当于啊 少了那么快一半 也就是说 嗯 现在当我们去用一个 flow32 去替换flow64的时候 会使得咱们内存啊 占用量是非常小的 这里啊 给大家提这样一个型 当我们在自己实际动作去做的时候啊 怎么做啊 按照这个flow32去做啊 如果说你按到这个64 你看这是一个600多兆的 那你三个加一块 三个加一块 可能就是接近于2G了 这个内存啊 占用量是比较大的 经常会把你这个呃 程序啊 跑得非常慢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 到哪一卡住 一卡住啊 就是什么意思 鼠标也不动了 然后这块也不动了 不光鼠标不动 时间都不走了 这个是很头疼一件事 所以说我用这个 我一般都是先给大家用笔记本跑一下 看看实际能不能跑出来 能跑出来 我带大家去提供这个 这样的一个案例 然后用台式机啊 如果说你性能比较好啊 有些台式机 有些服务器 用考虑这些事吗 基本上暂时都可以不管啊 因为性能比笔记本啊 要差 要好出来多少个档次啊 但是从现在普遍的一个角度来说 大家基本上还是用这个笔记本的 然后之前我带一些现场班的时候 然后我看那些同学带的一些笔记本 还有一些32位的 32位笔记本啊 是非常不推荐的 一方面性能比较低 还有很多库啊 都是不支持的 所以说咱们最最起码 咱们也得用一个64位的 然后来去跑这些程序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是啊给大家提第一个醒 如果说我们内存比较小 然后笔记本性能比较一般啊 我们用把它转换成flow32 flow32啊 是比较省事啊 比较省空间的一个做法 然后下面啊 咱们来看 我要提取这些特征吧 嗯 要提这个特征啊 咱们还是得一个个去做呗 那咱们就开始做呗 第一个要提什么啊 第一个我要提的啊 先不会管提什么了 我先把这个数据的这个路径啊 给拿出来 这些啊都是些数据路径啊 现在都写出来 一会儿咱们要用 然后这块写了一堆东西啊 就是get action 相当于是 你可以把这个action的 你看这块 这有几个啊 这有三个吧 02 03 04 然后你可以分别的去取这些数据 然后就把数据读进来 s type一下flow32 你可以分别去取123 然后呢 这块我写了不同两种版本 一个是就是直接读 那如果说 你连你的性能 笔本性能很差很差 直接读的都有问题 那你就是可以抵这么做了 想怎么做啊 像咱们之前一样 然后先读这么5000个 然后再读5000 再读5000啊 再5万 读万读万读万啊 这个样子 一般就觉得暂时不用啊 一般性能基本上 读一个500个照的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然后下面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叫做get all action get all action 它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读完第一个 读第二个 读第三个 然后呢 接下来用concade的 相当于是把我的 这三个dataframe 给它拼在一起啊 就是这就是一个 所有的一个行为记录啊 这就是读取 然后并且把所有行为记录啊 都拼在一起 这样做啊 主要考虑就是 有些同学的电脑性能 可能稍微一般一些 所以说 我们得做这样一个操作啊 做这样一个 就是有 有些可以做这样的操作 有些基本上就不需要啊 然后把它们拼在 读取完 拼在一起 这就完事了 然后还有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 一个时间片段的一个行为记录 因为我们经常统计什么啊 经常统计三天啊 五天啊 三十天啊 七天啊 二十一天是吧 所以说呢 我现在 当我进行这样统计的时候 我是不是得把那天的一个数据 给它拿到手啊 那怎么样拿到那天的一个数据啊 这里就要求我们指定一个 时间的起始点和时间的一个终止点 有一个start 有一个end 相当于是 一个开始 一个结束嘛 那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吧 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 这里啊 是不是说我可以写一个 然后就是一个语句啊 然后语句当中就是 大于咱们的起始时间 小于咱们的终止时间 然后表它转成一个时间类型 这就完事了吧 就是说 怎么样啊 把我的一个时间片段给拿出来 先把这些工具啊 都写好 一会儿呢 到时候啊 咱们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第一个 第一个咱们先干什么 第一个我们先提取的是 一个用户的基本特征 然后啊 这个用户基本特征 就是这三个值嘛 这三个值其实很简单 我们首先啊 就是 首先来看一下吧 在这里 首先把这个 我看下面有没有写的东西 下面写的一个东西了 那我就 我拿下面来说吧 其实这个样子啊 就是 这个完整的一个提取 就是这样的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啊 大家可能 就是刚接触的时候啊 就第一次去做 看一个整体函数啊 看着很不清晰是吧 很不爽 就我能给大家 大概捣鼓一遍 每行做一样什么事 但是大家肯定想 就是我能不能自己 动手去做一样 做一下这样一事啊 其实啊 当然可以了啊 咱们可以来看 这块是一个整体的 然后 每个函数下面 我给它又进行了一个分解 咱们先来看 它的一个分解 再看整体的 分解啊 来看这是我一步一步去写 分解有好处啊 就是你看 这里给大家提供 这样一个思路啊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啊 就是当我们 再去做一个事 或者是 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去做 另一方面 我们是模仿别人去做 或者说是看别人东西的时候 就经常啊 会看不懂 其实看不懂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嘛 你给我拿了一个 随便别人写的东西 你说让我一看 我也不可能看懂啊 那你看不懂怎么办 看不懂我就是 我就知道 他要干一下什么事嘛 他可能没有这些注视 那我就一步一步 执行一下嘛 你看 我先执行第一步 执行完User之后 我看一下 User里边有什么东西 哎呀 User长什么样 然后这块 Jopera Jopera Jopera什么意思啊 这个函数我没学过 我试一下吧 Jopera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这块 Stype in的啊 这个不用说 然后这块 做了一个label decoder 这又干什么啊 我给他实际执行一下 这个getanimals 什么意思啊 执行一下 然后最终 你看结果 这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这也是给大家 推荐的一种方法 嗯 当咱们在去 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啊 我们整体看 可能麻烦一些 先一个一个去写 这样呢 便于咱们进行一个理解啊 那咱们啊 接下来也是 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啊 先去看 一个一个小细节 然后再给它 组合成一个整体 首先来看吧 我的一个User User等于什么 Pandas.wssv 相当于是 先把啊 我的一个用户的数据 读进来 然后我看了这样一个东西啊 User里 is now 然后是不是.in 相当于是 对于每一个列啊 都去判断了一下 它里边是不是 有一些空置 那在UserID当中 没有空置 然后这个User的属性 就是级别 没有空置 但是呢 在这个Age啊 Sex 还有它的一个注册时间 都是有一些空置吧 所以说啊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当前这个用户特征当中 有一些空置 那这些空置怎么办呢 咱们把这些空置啊 现在它读进来 你看 我在这个User is now里边 然后.values .values啊 如果说它是一个空置 我就把它拿出来 把它拿出来之后 当成一个索引 传回到我这个User当中 这样呢 我就可以把所有 在缺失值的数据啊 拿到手 拿到手之后啊 一看 哎我去 这个缺失值数据 这样是的 有这些个缺失数据 然后呢 User level都是1 它也没有天年龄 也没有性别 也没有个注册时间 那你说这些数据 看起来不是很多啊 量很少 但是却很烦人 是不是啊 那你说这些 确实怎么办啊 看一看量比较少 给它照顾掉 可不可以啊 就不要了 这个东西 我天我也不知道怎么贴啊 直接照顾掉不要了 因为量比较小嘛 然后我们就来照顾吧 直接啊 在User当中 在这个DateFrame当中 直接掉这个照顾A 照顾A完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 给它照顾掉 然后这块你要写一个 Inplace等于True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嗯 你照顾完这个 照顾完这个数据啊 要不要就是在原始的DateFrame当中 做这样一个变换 如果说你不指定 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 你把这个Inplace等于False 然后你再In一下 Inplace等于True 你再In一下 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等于True的时候 它会在原始的DateFrame当中 去进行一个去掉 这个啊 就是说 嗯 当你想在 就是你也可以在这 附一个值 你可以把这个User 照顾A 然后这块附成一个 比如说你随便写一个值 附成一个Test 附了一个Test的时候 你还需要指定Inplace吗 然后就不用了吧 接下来你用Test这个东西 就可以了 但是呢 现在我想在这个 原始的User当中啊 去用这个数据啊 直接把照顾掉 所以说啊 指定了一个T代啊 等于True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User is now the Ina 再来看一下吧 都是False了吧 所以说 相当于啊 现在我就没有了一个缺失值 这两步啊 就是我怎么样去构造一个缺失 就是把缺失值啊 进行填充这个意思 然后这块啊 就是有一些Guard Demits嘛 Guard Demits什么意思啊 相当于啊 是我要做一个独人的编码 然后给大家 再给大家画一下吧 比如说啊 对于A值这个列来说啊 它里边有好几个选项 比如说它里边有0 有1 有2 有3 都是可选的 那我们Guard Demits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什么意思啊 结果啊 就是说啊 它会帮我们得出来这样的东西 A值0 斗号 A值1 斗号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鼠标用的不太习惯 A值2 斗号 A值3 斗号 相当于啊 看一下 它是不是0 它是不是1 是不是2 是不是3 那原来啊 可能是 它里边要么是1 要么是2 要么是3 只可能是一个值吧 那比如说是1 怎么表示啊 0 1 0 0 这个表示它是1 那12呢 那就是0 0 1 0 所以说啊 一个完好的coding 这个独热编码 它是这个意思 只有在一个位置上 它是有一个1 其他位置上都是0 这就是Guard Demits啊 它得到的一个结果 要在这里 咱们来看 我用这个函数啊 因为A值啊 和Size里边啊 都有一些属性嘛 都是一些分组织啊 所以说我需要把它转换成一个独热编码嘛 在这里 咱们直接啊 Guard Demits一下就可以了 把我当前的 要转换的东西传进来 然后呢 你可以给它指定一个前坠啊 就是因为在这块 你看就是构造完之后啊 它需要构造出来一些新的列吧 这构造出来四个新的列啊 那四个新的列里边 是不是 你得有个名字啊 那前坠是什么 这个A值就是前坠 然后这个0呢 相当于是里边的一个属性值吧 你看0对应这个 1对应这个 2对应这个 3对应这个 所以说你可以指定一个前坠 就是前坠加上属性名字 然后就是新的一个列的名字 你看我这个前坠 使用成什么 使用成A值 这个前坠呢 指定成Size 这个前坠啊 指定成U4用户的一个等级 构造完之后啊 它就会A值-0 A值-1 A值-2 然后它是这个意思 这样就可以把数据 给它构造好了 这个就是 我基本啊 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基本的一个用户 它的一个 在咱们这个数据表当中啊 本身啊 就带的它的一个统计数据啊 这就完事了 到时候大家 如果说看这些比较 比较不太理解 一个写一遍呗 就是上面是这个函数 下面是我 就是下面 其实我把它展开 进行了一个演示 进行了一个写 但是当时大家实际运行的时候啊 你想就是完整的 执行一下这个Demo的时候啊 就不用运行 吃下这个东西了 直接运行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函数是一个整体的 这因为函数啊 就完事了 这是用户的一个特征啊 然后商品特征啊 你看商品特征 这块我就没有去写啊 因为都是一样的 商品特征里面有什么啊 有AERA3嘛 AERA3怎么办啊 函数一下这相当于是做了一个独日编码嘛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商品啊也是一个类似的 你把这个ID啊 品牌啊 这个东西啊 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把刚才咱们做好的这些东西啊 都concate成一块 然后安地也进行一个拼 拼成了一个大特征啊 这就是一个商品的基本特征啊 也是非常简单的 跟用户的基本特征啊 都是一样的 都是在表中啊 直接能够拿出来的 评论啊 也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东西就不说了 然后这块有一点啊 就是 嗯 就为了避免啊 就是有一些 就是咱们暂时啊 先把这个评论数据都给它设置成零 因为怕这个数据当中啊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说 其实这块出现一个置零 然后这里 你看comment number 0 number 1 number 2 number 4 因为咱们这个评论数据 能分成我大组嘛 所以说又分了五个大组 然后进行了一个分别统计 下面呢 下面也是进行了一个演示 然后看一下结果吧 就这块 其实我就是把上面这个 呃 咱们的这里 就是这个函数里吧 复制过来了 然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comments啊 它的一个做完之后 是长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做完之后啊 一个ID 对应这 它有几个差评 然后差评率 然后这块有一个 01234 那请你来看 我这块有gaddamage 那个函数应该 我找一下 这块应该会有一个gaddamage吧 啊 就算没有gaddamage 因为它这个数据当中 本身已经给咱们列好了 它是有这几个指标的是吧 所以说啊 在这里我们就是可以直接拿啊 这有有有啊 在这块gaddamage 你看 这块是gaddamage 一下相当于是 原来啊 是一个就是 它的一个 就是分组啊 它是12345 可能分成几组 然后呢 你指定了前阵 你看这个前阵是什么 这不就是一个前阵吗 然后它里边属性有0 有1 就自动的加上一个-1 -0 -2 -3 -4 它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评论数据集 然后你看这个可能是评论比较少的 评论比较 比较次少的 中等的 稍多的 评论巨多的 然后差评率 然后有多少个差评 然后不是这个有多少差评 是包包含一些差的评 要么是0 要么是1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评论数据集 也是数据当中本身有的 这个利用起来很简单 是吧 所以说我们照样把这个特征 要给它利用起来 这个呢 就是咱们刚才就是在这里 列出来的这样三个基本的特征 这个就是我三个基本特征 在这里 你看评论的 商品的和用户的 这就是三个基本特征 非常简单 我们就可以把它统计出来 这就是现在啊 三个基本特征 已经给它拿到手了